早晨,今天是4月14日,星期二日早上 隔夜美股方面都要少少調整 不過由早方面開了會,同意做過減產 份量方面亦大致符合市場的預期 油價雖然沒有急速反彈,不過徘徊 預期都是為市場減少了一大利淡 恆生指數在假期前,我都跟大家說 不需要過份憂慮長假期 期穩24,000不需要減貨 照看著24,900點 今天暫時都開高走,曾經一度升200點 繼續看著24,900點 同時一些物管股份相繼破頂 亦都值得大家留意